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重庆南路于八日晚间金船大楼火警,当时有三名消防员因农烟等因素踩空,从四楼摔到一楼,其他消防员在前往探视后感叹,面对消防队员的高风险,保险公司往往拒保或限额几付,直呼What Happened? 北市消防员林炳红在脸书发文指出,他昨日前往台大医院探视从九楼电梯警寺F坠落的消防队员,得知这些消防弟兄伤势严重,其中有人双脚粉碎脚折,脊椎压迫性骨折,肋骨断裂,还有人除了双脚骨折外,更有气血胸肋骨断十二根骨盆及左肩骨折,已被送去开了三次刀,让他看了真的很不舍。 林炳红也指出,附件及看护费用庞大,消防人员的工伤费用及内心煎熬重,但又失落在家属身上,除了意外事故,更凸显消防人员意外保险的不足。 由于消防队员常面临高风险,买意外险不仅很贵,保险公司甚至还会聚保或限额给付,何况遭遇像是脊椎骨盆骨折,双脚粉碎性骨折等永久性伤残。 就算治疗也不会好完全,在消防生涯中只要遇到一次,不仅所有存款化为乌有,身体残缺也买不回,却还要面临保险上的种种困难。 这都让他不仅直呼what happened,并盼盼外界能多关注消防人员在遭遇受伤事件所面临的困境。